我们俩是通过亲亲就要认识的 到现在结婚八年了 儿子七岁 谈恋爱期间 他就对我不冷不热 对身边的人照顾的都很体贴 对我却视而不见 无论我怎么做 他都对我不满意 慢慢的我们沟通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走下去 我希望他能成熟起来 脚踏实地地上班挣钱 多承担一些责任 能让我感受到这是一个家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小时 三十岁来自黑龙江 自由职业 有请小时 女嘉宾小高 三十岁来自黑龙江 萧瘦 有请小高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子可都够高的 对啊 你九几啊 我九零 看起来好般配的 但是也有小摩擦了对吧 对啊 从恋人改为夫妻相称 有几年了 结婚已经八年了 应该有孩子了对不对 有 孩子多大 孩子七岁了 孩子七岁 男孩女孩啊 男孩 今天谁要来 是我 我提出要来 为什么来 告诉老师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 是通过亲戚认识的 然后相处了一两年 那一两年没有什么交集 就是当好朋友 然后有一年 他过生日聚会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就提出想要交往 因为之前对他 也比较有好感 所以就答应了 然后但是家里 是比较反对的 因为家里希望找一个 条件好的 本事的 工作稳定的 这个倒也没什么 父母嘛 都希望孩子幸福 但是他家里条件 就是不达标 然后就是比较反对 我就从中间 也做了挺多的努力 后来家人是认可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但是这么多年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很不在乎我的感受 你们结婚的时候 当时是这个裸结啊 还是有房有车什么的 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他问过我 说你要多少彩礼 有什么要求 我当时说的也不多 我说三万彩礼 改口费一万加上三斤 我觉得我要的也不多 然后他也说可以 他说要不要 跟父母一起过 我说我不想 跟父母一起过 但是等到结婚的时候 就是彩礼 一共三万块钱 也没有改口费 然后三斤 是我娘家出的 然后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跟谁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他的父母 这房子是婚后买的 婚前买的 婚前买的 那房子的名写的是谁的 写的是我父亲 是他父亲的名字 当时结婚也比较紧 而我家那时候 是刚买完房子 我就想打算结婚 然后之后 所以之前对的那个承诺 就没有作数 但是事后 我也跟你承诺过 就是一年两年之后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攒个钱 然后再买套房子 你总是说之后 总是承诺 现在八年了 你给我的承诺呢 我不也是 你一直在说 你要我要努力 我要跟你怎么怎么样的生活 然后你的努力呢 你说你要做生意 然后我问娘的借钱 支持你做生意 然后你自己不好好经营赔了 我二话没说 但是你赔完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 你要么就是再打拼 要么就是脚踏实地的工作 而不是无所作为 就像现在这样 所有的收入来源 就是父母 我也没有在家一直待着 我就是这段时间 也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左右吧 而且在家的时候 你说我懒 你说我不做家务 但是我也做家务了 我做的也不 你那叫做家务啊 你就是一件屋 往床上一躺 然后就开始玩手机 一会儿说 你给我洗个水果呗 你给我端杯水呗 就往床上一躺 一动不动 然后家里 我在这边忙的 脚打后脑伤 你就像没看见一样 你们几居时啊 梁氏一厅 咋住啊 孩子跟老人 那生活上应该 挺不方便的是吧 对 就是因为他说 房子是他父母 就是辛苦攒钱买的 所以他就说生活在一起 我也没有反对 因为老人的确是 挺不容易的 但是生活上 其实很不方便 就是包括内衣这些东西 因为阳台在他父母 卧室那一边 就没法拿过去晾晒 就只能在 卫生间这边应该 而且老人的生活规律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早睡早起 然后我就得跟随老人的 这种生活状态 晚上很早就进卧室 电视结婚新买的 也没开过几次 然后早上就算休息 也得起来得比较早 因为毕竟有老人 躺在那儿就睡懒觉 也不太合适 对 这个孩子谁管呢 孩子现在是老人在待 是 孩子现在是我父母在待 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 会管一下学习 生活上更多的 就是老人在承担 然后他完全就是这个孩子 就像从来没出生过一样 完全不管 你跟婆婆的关系好吗 其实我跟老人的关系很好 只是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差异 比如说本来就是粮食一听 然后人还多 就有的时候上下班回去 可能想静一下 但是有老人有孩子 然后房间本来就不大 可能会没有这种条件 然后再加上年轻人的习惯 我可能有的时候想 出去吃吃饭什么的 那老人过日子就觉得 挺奢侈的 关系很好 但是有很多事情 是没办法避免的 是 是 是 我就希望他从中 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你一个大老爷们 就没考虑过 这种状态下 出去租一个房子 不就完了吗 咱买不起房子 咱租一个房子住 他说的这些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想过了 我之前也跟我说 什么不做呢 我父母跟我们提的意见 是想暂时 正常我俩还能上个班 然后之后父母 还能给家帮我们带个孩子 我父亲还能上班 然后攒个一年总付 再买个房子 然后我们搬出去 再一个就是 因为他的父母是 喜欢男孩 他有两个姐姐 就是特别偏重于这个男孩 攒了一辈子钱 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就是 就想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而且我一提出租房子 他的父母就会说 那不能让你们出去啊 我们得出去 那就感觉 给老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嫌弃他 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就我就发现说 你们家其实真拿主意的是你公公吧 是我婆婆 是婆婆啊 反正就没有老公啊 所以你们自己的家都没建起来呢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问题可能 就是我俩说出来 我说出来觉得有点矫情 不说出来 我又觉得的确是有问题 因为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有任何问题 我可能不会歇斯底里地去吵 然后他呢就是 为了息事宁人 马上就 我错了 我知道了 我改 我下次不这样了 然后或者是他生气 他就不吱声了 我也不能追在后面 揪着他吵 然后就这样越压越多 越压越多 就是感觉说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又觉得 当时我就是挺努力的 然后我也没有说 为了他家的什么条件呀 就房子不是我的名啊 我跟着还贷款啊 这些我都没有在乎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不承担责任 就我跟他的父母在生活 其实你从来都没看见过我努力 我不也一直在努力 我也想努力去奋斗嘛 你说我上班 我找班上 我也找 可是找一直一直都找不着 你也没看我每天往处跑 是 我每天跑 有时候晚上 时候把我处理 你不是有时候 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编过 就是一直出去晚上 跟他的朋友出去喝酒 喝得特别晚 如果说他答应我十二点回来的话 他两点都回不来 就因为这个每次回来都吵 是 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干 啊 现在还天天出去喝啊 现在不得了 现在 就一个月以前十五天 现在能改到十天 哇 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里 他本来就缺位 就显得更加缺位 是这意思吗 对 就长时间 基本都是这种状态 可能偶尔会有改善吧 比如说大吵大闹之后 或者每次我因为这个事情 跟他生气了 能改善几天 你这个指改善几天是指什么 他在家里吃饭了 他做家务了 就是做家务这种状态 他亲近你了还是什么 现在能稍微好一点 就是你支持他的时候 他不会有二话 能站起来去动 原来的时候 比如说在床上晚上睡觉前 我说我想喝水 他可能会跟你石头剪刀布 然后我还从来赢不了 然后他也不可能给我倒 然后我有什么就是 比如说我想吃什么 希望你下楼去帮我买一下 也不可能 不动 想过离婚吗 想过也一直在说 没离成是为什么呀 因为离婚只说这简单 就是食草起来很难 因为 难在哪儿啊 父母孩子全都是中间的干扰因素 如果不干扰父母之后 在一起 他如果这种状态 可能早就分开了 所以这个婚姻好像 也没了是吧 这是你想象的婚姻吗 我以前就觉得 可能 就是都这样 但是后来时间长 我想可能只有我这样 行吧 各位老师 一个绝望的主妇 他的绝望来自于 丈夫把他娶回了家 就把他和孩子 都丢给了自己的爸妈 自己还像一个大男孩一样 过一个男孩的生活和日子 他逍遥快活 没错吧 对 而那个认为 嫁给一个男人的女人 突然发现 我嫁的不是那个 一米九的男人 我嫁给了这一米九男人的爸爸和妈妈 还有我那个孩子 所以他多难受啊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李总 苦难都是自找的啊 当时你跟他在一块儿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大男孩吗 所以你自己幻想了一个 另外一个人跟他结婚了 你幻想着他会改变 现在是你没有能力让他改变 八年他还是这样 也有你的错 你都知道他是个大男孩了 你要想方法来管理他 这叫训夫之术 那么多人我们来看到 把老公控制得好好的 他有那么纯洁 其实还是挺好控制的啊 我觉得你多看看爱宝 那些控制人的人都是怎么做的 作为一个本善良的人 我建议你可以适度地控制控制他 把他调教好 你没有任何的控制能力 控制手段 你发干气还把自己气了 人家真正控制人的人是把他控制得很好 我还不生气 我觉得丽总说那个是理想化的 让他变成一个会育夫的女人 太难了 难得练啊 练这东西是 我跟你说这有的东西是天生的 而且是有情商加智商 各种商结合在一起 有的女人她天生就不会育夫 比如我 我来跟你说 我今天早上突然就正好在录像之前 看到一段话 给我自己看了就特别的感动 然后呢 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女生遇到的问题 跟你的问题是雷同的 但可能比你的稍微更严重一些 她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婚姻 她说我是免费的保姆 我所有的工资要上交给婆婆 而且还要时不时面对冷暴力的丈夫 然后呢 她想到了离婚 可是她也是像你一样 我迈不出这个脚步 迈不出这个步伐 于是她试着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去沟通了一下她的想法 她本以为她的爸爸妈妈会特别特别的反对 她本以为她的爸爸妈妈会劝她说 哎呀 有什么不能忍的啊 大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结果 她在清晨醒来 收到了她爸爸的一条短信 爸爸的短信是这么说的 说爸爸一夜没睡 仔细想了下 生你一场 养你成人 劝你结婚 不是为了让你尝尽人间苦 也不是为了让你延续香火 而是想让你体验一下 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一直以为我的宝贝过得很开心 竟没想到 我闺女也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爸爸无比愧疚 自己当初没帮闺女长好眼 也没实时关注你的状态 让我千骄万重长大的闺女 短短三年 看尽人间丑恶 吃到了过去二十年 都没吃到的苦 睡醒后给爸爸回电话 去接你回家 就是我念这段 不是说为了要表达什么 我只是想要让你看到 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你如果永远不尝试 去走出一条路的话 你是解决不了现状的 你说让自己改变也好 去改变它也好 可是你改变了八年 有效果吗 最后跟你说一句话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所以你想想 你的第三条路怎么走 谢谢 来来来 有的路用脚走 有的路要用心走 谢谢 谢谢 李氏 祝福 操红 给你看 你们 这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孩子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承诺 说会兑现婚前答应我的那些事情 你说你会改 你说你知道错了 但是一直到今天你还是 还是这些话 还是这个状态 我觉得 这句话我听不够了 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爱 还存在你 谢谢两位 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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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大家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号 添加关注 每周四晚的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十四号晚的七点到十点 我们都会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跟大家在线互动 解答您的情感困惑 更有机会和老师们连麦交流 赶紧私信我们吧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接下来看看这一队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女孩不出来 其实我算是能理解 男孩为啥不出来 这个结局我不意外 就刚才我看那个男孩从那儿往 往那边走 就是往女孩的门走 她去找她去了 就是那个 是不是她预感到情况不妙 她去追她去了 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我只说我看到的和我感受到 明白了 她认为自己的机制是不会出来的 就跑过去追了 如果是这样一个 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情况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 她算成长了 她知道怎么去通过行动 来挽回婚姻 通过行动来成长 而不是嘴里的那些